美国复国新雪迈13日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 以及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举行会台 会议中讨论了三边合作的发展 以及如何应对来自中共、俄罗斯和北韩的威胁 同时三人也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的三边会谈正好绷上美国击落中共的间谍气球 记者们也争相提问相关的议题 对于中共当局声称美方也有气球飞越中国 雪曼对此予以强烈驳斥 而日本和南韩也表达了对美国的支持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本月初访问中国 因为气球事件爆发而推迟之后 有报道传出布林肯考虑在德国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面 雪曼对此没有进一步的答复 而美国国务院则指出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划 新唐雅台电视李毅宏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